謝謝大家 謝謝 沒有了 我覺得 就是青菜豆腐各有所愛 然後 每個評審都有他們自己 非常主觀 以及他們公正的心 所以 所有的成果 所有的結局都是最好的結局 那 因為有金馬獎 所以我更珍惜 更 更愛這個 台北店街 去年大家都已經蠻看好 陸姐得獎 那今年 這次班長之前 有沒有心裡 是想說自己會得還是 沒有沒有沒有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 那個叫什麼 就是平常心 就是一直告訴自己說 平常心 平常心 美德也沒要緊 結果拿袋子來裝獎 可是你剛剛有說好像感覺國修老師 明明之中在一起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點感應 會自己一直在說 對 而且這次的主持 也是國修老師的學生 我們一起在屏風表演班 所以我就覺得說好像 好像有個什麼奇怪怪的東西 有個特殊的力量 能量在運作 那你內心有跟他講話嗎 內心有跟他說 我常常都會謝謝他 我常常都會謝謝他 然後我今年也有抄金書給他 這輩子會怎麼樣要慶祝 得獎 慶祝啊 不知道耶 慶祝 慶祝 一起去吃飯嗎 慶祝 慶祝 剛在台上幫我補貝 那今天其實裝得真的很厲害 後來有在幫我補貝 後來有在幫我補貝 我們買所有補貝的防水性的 趕快上去 然後最糟糕的是說 本來已經備好的那個 感謝名單到台上 一片空白就是 沒有台劇演員 害怕的事情 就在台上的那一刻發生 然後已經所有的 所有的要感謝的都想不起來 然後慢慢慢慢 依稀撿回來一些 然後可是有一些還是記不開 現在有收起來 我也謝謝 每次都 這是什麼東西掉 什麼東西 是不是有誰的麥 他也被我弄掉 謝謝我的服裝師 徐彥寧老師 每一次我參加典禮 不管大大小小 他都很努力的幫我設計造型 常常幫我量身訂做 對 對 好好玩喔 就是我演電影 演了好幾年 然後我也演舞台劇 演了好幾年 可是我到了 連環袍一個月 賣菜的阿姨都很羞 所以就是一下子 就被大家看見 所以一個演員 不管你有多努力 但是你會看見的這件事情 真的我非常會感激 他給我打他幸福 但是謝謝導演 他一直也是這樣的堅持 因為你看到最後剪出來的成果 你真的很開心 就覺得說 這支電影拿出皮 我們過路 有時候你會 有時候不小心 也會有一些尷尬的戲 或者是什麼 但是你這部電影 就是可以讓你引以自豪 什麼的 這支電影 我們做兩家 會不會到 等一下會有 其他的苦瓜 會不會有苦瓜 順哥 順哥 剛剛有提到順哥 就感謝他前線 對 對 因為是他跟導演 大力推薦我 對 所以我才有機會 跟這個阿明這個角色 他老婆這個角色 就是回歸到 等一下回去要不要把氣勢傳給他 要 剛剛在宣布的時候 我就一直捏著他的手 先把他的氣接過來用 剛剛上來臨場 那個心情是有比 就是上台表演 就是其他表演 心情還要緊張 還要緊張 我沒想到我會這麼緊張 我在舞台上 其實生活 小時候也三十幾年了吧 但是我沒想到說我上台裡講 手啊 腳啊 腳啊 很緊張 非常緊張 所以才會腦子一片空白 舞台劇沒有這樣子的事情過 然後我很害怕這個會傳染給你 下個禮拜的天候 好可怕 沒想到說會不會真的戴這個 真的戴這個照相機 對啊 就是覺得說我是一個怪怪的歐巴桑 我說一定要戴個怪怪的東西 所以我就很堅持說 本來那個文子還一直說 姐 你那個什麼說 我就不要 不要 這是我的造型 你不要管我 我一定要拿個 拜拜歐巴桑的那個小包包上去 你不覺得很酷嗎 而且我今天上去拍照的時候 我就是一步那種 不要怪怪的 我幫他撒 你有沒有把這個帶子弄 變新人 以後每次要去參加什麼獎 我就帶著 那今天講就很帶 對不對 那現在拿到獎 有想說想要把那個獎 獎放在哪裡 我家有一個特別放獎座的地方 什麼金鐘獎啊 然後什麼華視獎啊 公民公司獎啊 那個大愛台給的獎 通通在這裡 喔 阿翔 首先我們來歡迎香港的 謝謝 恭喜 恭喜 恭喜